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同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吳辦高森,彈球均真,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好,回來,今晚累積了一些題目都要講一下,你說高通是甚麼公司? 美國公司就告美國公司侵權,然後美國於是,那些網民覺得很高興 就說,你老母子做甚麼?現在就要停止iPhone6和7 另外,也有很多我們的首長,包括我們大陸的偉大,譬如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每個人都死亡出來,就說,吼女的底子,iPhone 沒錯,撐麻威 吼女的撐麻威這樣,OK 首先要這樣說 就是一個,但人人都有情緒 如果說情緒,我比你都應該是一個情緒很顛簸的人 但一個民族或一個人,完全是用情緒主導自己一切東西 這些叫做癡線佬,是沒有理性的 因為人應該有理性和感性 即是戲都拍,小說都看,理性和感性 是由合而成而不能夠,只是純理性的機器 或者純感性的,這樣就大了我 其實我一輩子最想做一個純感性的人 即是譬如肚餓,我就去吃東西 那些女生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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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不想讓我罵,我唯有說對不起,下次再約我 我發覺我想吃那碗麵,原來我不夠錢 我唯有罵你只是吃正面 即是這個才是一個人 但大陸你說罵你這個打飛機的民族真是令人可怕 即是好像這件事 第一,賣不到的蘋果手機 是什麼手機? 是舊款的手機在大陸,賣不到 我真是想問,手提電話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是的 你有新款,你就只會買新款 如果你要舊款的,你不妨去買二手機 是的 我怎麼會走到蘋果裏面 我買到iPhone 5 買到iPhone 5,甚至乎 iPhone 6都不會 有沒有iPhone 4X 不會有 是不可能的 iPhone 8還會買 iPhone 8有人不買 甚至乎有人覺得iPhone 8很好用 但是我跟大家說 一般來說都是買新款 因為沒有辦法的 有新款的,為什麼會買新款 尤其是它的價錢不會跌到蘋果 不會說出了iPhone X iPhone 8是2000元 如果你有這麼大的Venge的分別 就可能 它可能都要7200元 或者6800元 那新的那部都是8500元 它的誘因令你一定是買最新的東西 慢慢慢慢就把舊款去淘汰 但是你那些傢伙已經打了飛機 好了,打飛機不要緊 正如我們一向都 你記得去年 美國領事館懷疑爆炸 今年 屌尼羅武器都不能夠幾分鐘 那些傢伙是照牌隊 拿美國護照 這些事實在太多了 好像下一年 屌尼羅武器就炸藍 美國不是不炸 是有心 炸藍斯拉夫中國領事館 那些傢伙是屌尼羅武器 別說 二分田英 屌尼羅武器 小美國什麼都拼在一起 然後又去打拼他 是屌尼羅武器 又去排隊拿簽證 然後現在多少人 還在退美國移了文 或者讀書 有銀行戶口 是 屌尼羅武器 還有最賤的 這些真的叫做賤 我最記得這個 因為我深刻印象 中國對日本的世界 外圍賽還是友誼賽 在中國不知哪裏打 屌尼羅武器之前就說 那些對中國很像英格蘭 是二十年最強 誰知被日本找到二十三歲 可能拿兩三個奧運腳 拿兩三個大一點的 村口能活 贏他二比零 然後那些傢伙走出來 又哭車 那些傢伙 最記得的是 那些傢伙說 我們傢伙是廣州風田 不要弄 李咯李又照打 那些傢伙呢 那些傢伙呢 連這些傢伙出來 那些傢伙本店 那些傢伙本料理 那些傢伙本店的全部食材 那些傢伙是全部大陸 李咯李 又照打 好了 誰知第二天 那裏有一間 我不記得哪裏 河北還是哪裏 鄭州 有一間吉之島開幕 那些傢伙 神明組排幾千人 說什麽 政治蟹蟹 玩政治 這裏 產品就是杯 就是好像胡錫進說 支持華為 但iPhone都要用的 一樣 那你整天就這麽快 慢慢鋪 就像胡錫進那樣 一個稍為 用電話 或者上網的人 都知道 現在我們寫的東西 特別是email 或者鋪文字的東西 iPhone就是iPhone 甚至乎 Galaxy也有 我連Note也有 知道到的 OK 你不是一個 是若干人 其他網民 說支持華為 顯示了iPhone出來的 我覺得那些 有些是不為意 有些可能是 專門惡搞也不奇怪 但是胡錫進 不會惡搞的 胡錫進 是我們偉大的環球時報 總編輯來的 你說支持華為 是用iPhone 今次你那隻 你老母是 是要用 葉劉淑儀 全部又說要用iPhone 這個什麼 黎棟國 一做小米 林鄭送了他的兒子 去小米做 我叫你老母 你什麼都不要緊 政治立場 但是我真的最不值得 那些人這麼虛偽 有什麼理由 有iPhone 不會用小米 會用華為 我是不說 不會想到的 這些除非你沒有錢 在經濟上考慮 等於 我沒有理由 有張柏智 要吵老昏 就是 我不要說老昏 老昏死了 你還沒想到的 就是余武年 余武年 其實我都很尊重 是 有張柏智 知道我吵譚明珠 不是 吵你了 我沒有理由 阿屈敬賢 吵你了 因為iPhone 就是美國的 Branding 不是因為 阿屈敬賢 不是阿屈敬賢 iPhone就是 good 等於 基本上 有善惡 有美醜之分 有理性的人 都知道的事情 是沒有可能 你會用華為 而且 吵你華為的機 是很貴的 你說不是 好像小米那樣 998 吵你了 那沒辦法 你便宜 所以這是虛偽到爆 好了 昨天 在這個 曼曼洲 這樣被人抓了 曼曼洲 被人抓了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其實我真的順便說一下 我覺得這件事 引因而令我覺得 現在中南海裡面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因為特朗普 我們搞清楚 特朗普他本身的偶像 據他自己透露 和我們看那些信件 看那些舊照 他的偶像就叫做朗奴烈根 朗奴烈根 當時用這個星球大戰 拖狂死蘇聯 那你說會不會 特朗普 吵你了 在這個貿易戰裏 逼中國 中國你就範 你就死了 共產黨要解體 你不就範 你唯有是怎樣 唯有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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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 是你說本來過 難怪 你們 reparanten 從開始搞這個 5G技術領先世界 在這個電腦科技技術上領先 但是這個技术plK 難介的是什麼呢 是你由最基本的晶片 明顯是搞不到了 你可說不要聽 荷蘭那間晶片工廠 火燭燒了台機 那台機是否準備附運去中國的 我想想一部準備附運去中國生產高級數晶片的機 一間這樣的廠 像MIT那樣的契捷 都有幾個的電腦感應器 竟然可以說燒了台機 這些是匪夷所思的 先不要說那些廠 難道請兩個檸檬去做嗎 請兩個荷蘭那間晶片工廠去嗎 我看電影這些科技公司 那些荷蘭那間實彈的看電影是這樣的 荷蘭那間藍很高的 又說電網 又說不斷有那些荷蘭那間軍事 即是蘇聯以前發臨為場 有些燈都不斷的 就是這樣 我想起碼都說一些級數 原來你說他火速燒了台機 你說是不是很神奇 老實說如果習近平去年說 從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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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我覺得他分分鐘真的可以拖勾死他 不是用星球大戰 是用科技大戰 當然啦 中國你要生產一些新科技 你靠自己創作嗎 你沒有人幫忙你死眼 你看華為中興那些 你想想吧 全部靠外國的 所以遲些他們就會有這樣的論述 是 那時候我們有錢人計劃 那麼多人 那麼多間諜 你又不搞得我們 搞得我們依賴了你 現在不去生產 然後你來搞得我們 是否想屁股我們 你說得很可憐 這個邏輯就等於 當日你給我們一些辦公室 我們幹甚麼 給我們收我們錢 搞得我們每個人都習慣了 然後你說現在收我們錢 老實說 大家要想想這一步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拖就要倒閉了 這些不是只用錢可以買到 他們其實也不想用錢 他們想去偷騙拐騙 甚至乎派一些千人計劃 我都說 這個世界上 你想想你昨天修正的法例 昨天說過 中國的情報法 國家的情報法 即是說我啤梨 真的讀書很厲害 我跟中國完全沒有關係 OK 真的跟中共完全沒有關係 不過我很厲害 讀書 屁股入了那些 物理學界 不知甚麼 接著就隨時徵召你 你是不得say no 你say no 就分中屁股 你屁股 OK 又或者無論 現在這樣看 甚至乎 張守成 未必是中國落手的 可能FBI 那些人跟他說 我們想找你了解一下 談得多談就談 你屁股 這輩子人 準備拿諾貝爾獎 現在兩天都逼過來 最好的逃避方法 就死了 OK 這個飛機之角 當然我們是極度希望 特朗普這一招就不進容 為甚麼呢 因為希望他在這一關 就逼死他 那就不用搞那麼多事情 馬上分裂就分裂就屁股 然後下去戰下去 自治就自治 甚麼都好 不要緊 那就起碼爽浪過 好像現在這樣 又不生又不死 屁股 想毒的又說不夠大陸打 想統一的又說不屁股 又說不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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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搞那麼多事情 昨天有一篇文章 就真的 我認為近年看的 這個飛機文章之序 就是華為危機底下 華為自己的危機很大 隨時就可以 如果搞不定 就收拾他們 開另外一間 繼續做他們 這些東西 都是這樣 好了 曼晚舟被抓了之後 華為那個 這個很難高級的 技術的高級副總裁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 高級副總裁 叫余成東在東哥 他在微博裏 轉化了一篇文章 叫做 曼晚舟 其實贏了 表達他認為 曼晚舟經一次這件事 不但不輸 而且是贏了的說法 嘩 我說 原來贏了 這麼厲害 贏了的掌聲 那我也要進去看看 知名道 他說 曼晚舟經一次一事 其實不是輸了 而是贏了的看法 這一篇文章 是一個財經 要參謀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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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 在日常 目光平靜地看著遠方 還不時露出笑容 文章認為 雖然曼晚舟平時行事低調 錢又在媒體露面 但今次的表現 沒有辜負她 華為最厲害的女人的稱號 首先是曼晚舟平時行事低調 算不算 算 在此之前我也不太認識她 但我和你也認識她 老友記說 她說這裏老婆很囂張 現在該死的 被人抓了 很囂張 很開心 有些舊伙計 文章說 新政的力量感 不一定是大喊大叫 打打殺殺的 算是怎樣 算是串咎美國 還是串咎貴國 其他打打殺殺的人 有時候平靜 反而吻含更大的力量感 曼晚舟曾經說過 勇敢不是不害怕 而是心中有信念 聖人者力 自勝者強 文章強調 好像海明威 在老人遇海 屌你老人遇海都帶出來 所說 一個人可以被毀滅 但是不能夠被打敗 在這個角度說 曼晚舟已經贏了 即是曼晚舟遇到被毀滅 但也不能夠打敗 但是我看見不斷地求救人 又說上國寮 又說上國寮 如果你正常 你不是 不怕毀滅 你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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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江青當年的氣勢 你應該是 你應該是 你又不想 你應該是 我老公的子女都在那裡 電子腳尿 又這樣那樣 求人被保釋回家 就不要回加拿大家 又不是他坐牢 又不是他被抓 又不是他被抓 說一些風涼話 如果我慢慢出來 我抓住這個拍檔 真是吐 他這篇文章還說 作者還讚揚 華為公司的回應 是有全球大企業大氣象 令到人深深敬意 不是情緒化這樣 圈掩憤慨和悲情 也不是訴諸公眾情緒的民粹主義 而是冷靜理性克制的 文章最後還引用華為始創人 任正非的話 任正非即是他父親 即是現在的女兒被抓了 那一條男長說 中國有13億人 只要每個人做一件好事 拼了多久就是一個偉大的祖國 我真的要這樣說 每個人都做一個壞事 首先任正非當日說這句話 因為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說的話自然有份量 當然當時他的女兒還未被抓 你現在問問任正非他會說什麼話 是否還是說這些話呢 我不知道 第二就是 的而且確 一個人 13億人 只要每個人做一件好事 佳麗就是偉大的祖國 我亦都相信 13億人裏面 每個人都會做好事 但是更加多人 不只做一件 是每一天不斷不斷地做悉行 只是不說老實說話 不面對自己民族國家 或者個人發展的限制空間 只能看見有很多 像我們那時候的小賊 被人弄過的小賊 那些小賊 類似小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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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案件 或者像我們下一節講的 那個王琦 即是六四天網 那一條王琦 不知道做賊 做賊這麼多年間的人 這些人在大陸少嗎 喂 有多少人跟他們發聲 做好事就被人拘捕 好了 就算你說那邊發聲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後果 香港我們這些媒體跟他們發聲 然後就被人說我們 滅造事實 想詆毀祖國 那你要解釋 究竟為什麼王琦要一拖再拖 當然 在我看法 王琦這個案件 在開審前再改期 都是因為現在這個 調理中美媒資的關係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精選的菜式 茄汁花之下 和傳統古法 刻意雞 還有總理都大讚的 超水準炸子雞 和生炒糯米飯 現犯MHK.TV的會員 於星期一至四 五市或者萬市的時段 圍故紫荊角 就可以以超值的 阿炭這個附有 懷舊特色的正中月色菜 這個優惠期由即日起 至到12月31號 犯圍故MHK.TV的套餐 認下茄汁花之下 然後鋪上去我們 MHK.TV的族有俱樂部 或者MHK.TV的 香港六點半支 大東亞食平圈的Facebook群組 我們就會在中間選出 幾位認得最美的幸運兒 請他們再次來吃一次 紫荊角的精選環球菜式 嘩 正呀 還快點打電話去 3184 0166 訂位 立即上www.mhk.tv 邪動YUMNY YUMMY 援領紫荊角的優惠 來啦